大家好,我是月寒 我们常常认为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非常的拥挤 但是真正能够站在金字塔尖的就只有那么几个人 为什么同样的路有的人能够走得更远 而有的人却是原地踏步呢 原因呢就在于那些站在顶尖的人 他们有我们没有的特质 那今天的于寒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能够享受孤独 一个孤独的小猴子在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弄伤了胳膊就流血了 孤苦伶仃他在想找一个人来倾诉来慰藉一下 于是呢他每看到一个猴子呢 就会把自己的伤口扒开给别人看一下 那最后我们就知道结果了 失血而死 《百年孤独》里有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唯有孤独永恒 但是在这个需要社交的社会里呢 孤独好像变得有一点格格不入 但是免不了很多人正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 可能孤独的生活着 要知道成长的路上 没有人会一直陪伴你走到最后的 人总要学会成长 学会享受孤独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再来说一下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能够越挫越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反脆弱这个效应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风吹蜡烛 蜡烛熄灭这是一种很脆弱的状态 而诸葛亮接东风就是这一种反脆弱 其实呢 在约翰看来 这个效应和亚生孟子的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是差不多的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教天 在表演花蝴蝶的时候断了左臂 在演狮子楼的时候断了右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呢 他越挫越勇 最后打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所以呢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 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 第三点就是不在乎得失 古语说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生存 有的时候 你越是不在乎一件事情 它反而会更好 世间呢 自有定数 关于得失呢 我们要看开 不能因为一时的失去 就郁郁寡欢 你要明白的是 你现在所失去的东西 都会在今后的某一天 重新获得 毕竟 物随心转 静由心造 有句话说 你看到的 远不止你看到的 而耐心能够成大事的人身上 也有很多品质 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有些东西 只有你亲身经历了 才能够真正明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 收藏 我们下一期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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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